12月28日,男歌手周博豪、洪卓丽等人出席2019新城劲爆颁奖礼晚会 今年把工作重心放在影视上的洪卓丽表示 自己本来没有信心可以夺奖 所以非常感激,一直以来支持自己的歌迷朋友 至于今年的演唱会应事延期 他表示,有望在明年举行 今年的演唱会改日期 然后现在还在讨论 应该希望在2020年以内会发生 然后也肯定会比上一年的产量多一点点 所以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吧 周博豪则坦言,很满意今年的成绩 更可喜的是,填了一个小女儿 明年会有更多时间放在音乐创作上面 透过家庭生活中的点滴,获得更多灵感 尤其是想为女儿写一首歌,以表此刻心情 我女儿出生一定会写歌送给她 然后让她成长以后 长大以后就能够听听她的爸爸 在她小时候的时候是怎样的感觉 最后问到可有再追生一个儿子的意愿 博豪坦言自己也希望可以凑成一个好字 但前提条件就是要等太太的身体养好后再做计划 因为自己计划都真的想拥有一个女儿 一个孩子,儿子那就好了 然后所以要看时间吧 要先让太太,我老婆她先康复 然后先休息好,然后才有继续的计划吧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